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啊 其实他们找的小姑娘也不一定都很漂亮 只是很年轻 年轻就代表着活力 一般人到中年啊 就容易陷入一种平质的状态 对自己的事业啊 生活啊 都觉得有一种一眼看到头的感觉 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一种中年危机的状态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姑娘走入自己的生活 他所看到的 他所说的 他所做的 都是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事情 那中年男人就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 好像自己那种中年危机的状态能被拯救一样 这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啊 就是很多中年男人 包括年纪略大一点的男人啊 他们如果找同龄的中年女人 他会发现中年女人其实满男满足的 至少在这种身体的需求上 他们可能更了解自己的需求 更开放 对对方要求也更高 可是中年以上的男人往往啊 不再像小伙子那么精力旺盛了 而他们去找小姑娘 小姑娘需求又不多 只是需要你的一些甜言蜜语啊 情绪价值啊 或者是给我买一些漂亮的衣服包包啊 而这种情绪价值和物质价值 正好是中老年男人最擅长的 所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双方的需求还是蛮匹配的呢 最后一点啊 很有意思 男人啊 他在乎理智 但是他也在乎面子 很多男人啊 他都有一个错误的这种观念和印象 就是觉得我虽然上了年纪 但如果我身边带着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好像能证明我事业上生活上都比较成功一样 所以呢 为了这个面子啊 虽然找的小姑娘有可能很任性 有可能对她也不好 天天跟她吵啊 闹啊 撒娇啊 让她哄啊 她自己觉得也很累 可是为了撑面子 她也会让这段关系维系下去 所以上面啊 就是一些中年男人或者老年人 找小姑娘的这种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在下面给我留言哦 打开金鱼头条 将用滑动点击专栏 找到专栏恋爱话术一对一帮你破解女人心 购买专栏就可以播放视频啦 请不吝点赞收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收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